來關心今天各大報的頭條新聞 首先來看到是中國時報 這是利比亞獨裁強人格達費在拒絕下台 但是種種的跡象顯示 格達費是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 眾叛清理的處境 利比亞的東半部實質上是已經變天了 看到有民眾是已經攻占的是政府 而且抵出了V的手勢 他們已經攻占了 可以說這個東半部已經變天 那麼被反政府勢力給掌控 格達費的左右手內政部長也宣布要辭職 投靠反對的陣營 好 看到利比亞的情勢呢 現在呢 義大利外交部長也說了 現在利比亞暴動的死亡人數 有可能是已經有上千人 看到畫面當中 利比亞民眾推倒的正是格達費 所設立的紀念刊版 接著大批民眾還放火 燒了格達費的大海報 利比亞強人格達費 22號深夜才發表了強硬的演說 但沒想到這個舉動 卻是引發了更多民眾的不滿 他們不僅公然挑釁格達費的威權 而且把畫面PO到網路上 而看來利比亞的民眾 似乎要反對格達費到底 絕不罷休了